1930年末,红军在第一次反眉角战役中缴获了半部电台,毛主席和祝德元帅得知后大喜过望,决议要为我军建立一支无线电队,为此,他们还专门从国民党俘虏中挑选了十位懂得收发电报的无线电专员。 你们之中是不是有人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,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呢?倘若不愿,也可以直说,我们会给你们发放一笔路费,送你们离开。 就在其他人还在犹豫之中的时候,站在角落的一位国民党俘虏,缓慢而坚定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,我愿意,彼时谁也不会想到,就是这么一位看起来略显干瘦的国民党俘虏,最终会在1955年大寿勋中被授予中将军险,会帮助红军掌握制胜法宝,成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。 他就是王征,为什么国民党俘虏会帮助我军,他又是如何成为我国的开国中将的呢? 新来的朋友们,记得点击关注,既方便浏览网期内容,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。 1930年12月30日,红军在龙岗战斗中,从国民党18世张辉赞那里缴获了半部电台,当时因为我军的战士们不认识电台这个东西,还以为是什么危险品,所以砸开了外壳,顺带砸坏了发爆机。 于是自那之后,中央红军的第一部电台,也就只剩下了收爆机和充电器,但王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贝被红军砸坏的时候,心痛得都在低血,可是他倒也没说什么,毕竟他自己都是个阶下囚,在他的料想里,自己也是命不久矣,哪里还有心思来牵挂电台呢? 可他万万没想到,他不仅不会死,还会迎来自己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机遇。 以王征为首的十名电台发爆员,在被俘短短五天之后,就受到了毛主席和朱德元帅的亲自接见。 当时接见的地点是我军的临时驻地,见面之后,毛主席与朱德元帅并没有第一时间表达自己的意图,反而是轮流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教育。 毛主席表示,希望你们能够用你们的技术来为工人和农民服务。 一番真挚的言论过后,毛主席与朱德元帅亲自向这十位被俘者递出了橄榄枝,早就厌恶了国民党内部黑暗腐朽的王征,只感觉眼前一亮,率先举手表明了自己的意见。 而其他几位眼见王征都同意了,也都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意愿。 就这样,我军无线电通讯的第一个班底出现了。 在这些人答应加入中央红军后,我党并没有冷落忽视他们。 朱德元帅每天吃完晚饭都会跑来跟他们唠嗑,跟他们讲革命的事情,顺带着还带上一包香烟,给抽烟的同志们散发,从而帮助这些同志们培养对我党的归属感。 当然,王征等人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,他们完全值得我党的信任和那份待遇。 在加入我党之初,王征就跟我党说明了,部队缴获的那台电台的缺陷,由于没有发报机,只有收报机。 所以对于电报也是不能发,只能收,听起来似乎毫无用处。 可是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情况后,非但没有失望,反而很乐观。 只有收报机也没关系,先用着嘛,至于发报机,敌人很快就会给我们送来。 毛主席说出这番话后,王征想了想,事实上,包括他在内的十名电报员,以及那台破损了一半的电报机,可不都是老蒋亲自送上门来的吗? 没有枪,没有炮,敌人给我们造,此话诚然不假。 在王征加入红军过后,就一直兢兢业业的看守在电报机前,等待电报机截获消息。 虽然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,他基本上都没能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,但是他依旧表现得无比认真,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。 王征的努力最终也没有被辜负,就在1941年5月,他突然截获了这样两条情报。 为了免遭红军突袭,请示向傅川公兵帆布靠拢,呈犄角之事,请极调公兵部队修桥铺路,以利于军队移动。 抵达傅田后,我们将共同向东顾方向靠拢。 虽然这两条电报听起来有些没头没尾,但是王征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里面蕴藏着机会,所以他也顾不得夜色了,直接就将两条情报拿给了毛主席,请示他来做决断。 毛主席与朱德元帅等人商量了一番之后,最终决定将这条情报利用起来,主动出击。 而经过了一昼夜的激战之后,我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、二十八师全体以及四十七师的部分士兵,直接为我第二次反围剿斗争,打开了开门红。 在随后十五天的斗争中,王征更是充分体现出了无线电的优势。 凭借着他所截获的各条情报,我军顺利横扫七百里,在五次战役中军取得大戒,累计歼灭敌人超过三万余,顺带着还缴获了两万多只枪,可以说是士气大涨。 反观国民党没有觉察到情报泄露的他们,是走到哪儿输到哪儿,明明武器装备更先进,人数也更多,可偏偏就被我军戏耍得如同无头苍蝇一般,毫无还手之力。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过后,毛主席高度评价了王征和他麾下的无线电队伍,有了你们,功能红军就仿佛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,有了克敌制胜的巨大法宝。 在这之后,我军更是将缴获到的电台全部交给了王征,让他来总览电报工作,培训电报人员。 而王征也不负众望,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,硬生生给我军培养出了一支无线电队伍,让我军有了和国民党部队对抗了底气。 在第二次反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之间,凭借着正确的决策和王征提供的情报支持,我军揭打得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。 可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时,博谷等人的错误决策,所以我军最后还是被迫展开了两万五千里长征。 在万里长征开始之前,王征已经给我军的无线电队伍打下了底色。 甚至我军还专门在苏区建立了通讯材料厂,有了自己制造维修以及装配无线电设备的能力。 在刚刚踏上长征路的时候,我军有两百多位战士,隶属于电台运输队,运送的器材零件有一百多大。 可是等到长征结束的时候,这些东西大多数都遗失了,仅仅只剩下一弹零件,一切都要从头再来,过往的努力全部都复制一具。 没事,我能为组织重新拉起一支队伍。 在随后的一段岁月中,王征与我党其他同志们省吃俭用,最终又将无线电设备和队伍搞了起来。 无线电台逐渐开始分布到我军的各个部队中,中央和地方产生了紧密的联系。 以至于在1949年三大战役期间,毛主席就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完成了对三大战役的指挥。 就连周总理看了之后,都不禁感慨到,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,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,真了不起。 毛主席在小屋子里指挥大部队是非常厉害的,可是很多人可能都忽视了, 王征能搭建这么一整套完整的无线电体系,同样是无比厉害的。 就连毛主席都曾经跟王征如此打趣。 要是没有你们啊,我在这小屋子里真是无事可做,什么也干不成。 在一片赞叹声中,三大战役就这么结束了,我党无比光荣地取得了胜利。 随后更是一股作气地建立了新中国,可是属于王征的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。 他不仅在1951年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技术支持,同时还在抗美援朝结束后,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,做出了卓越贡献。 也正因如此,1955年他这个没有在战场上开过一枪的老兵,荣获中将军衔。 历史已然走远,故事却将永远流传。 在那无数个漆黑的夜里,王征听到的又何止是电报呢? 他听到的同样还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故事,是无数人民为解放事业而斗争而奉献而牺牲的壮丽哀歌。 是永远不会消亡的革命舞曲,向了不起的王征同志致敬,向伟大的革命战士们致敬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